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汉语 这个里面包这个音和相关的汉字 玉为宝,所以叫宝玉 那么祖宗呢,在生活当中认识到石头啊 对我们这个生活工作很有帮助 所以就首先选择使用石头作为一种我们劳动啊 生活的一个辅助工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那个玉啊 更有用,可以做成刀、斧、剑、锤、剑等等 这些工具啊,帮助我们人类啊 获取使我们物质生命得以延续的物质 那么成了一种生产资料 这是人类最早的生产资料 那么这个玉这个东西呢 在石头当中含有啊 是含量不高啊 尤其是远古时期 人类只能从河流、河床的这个石头 从这个下暴雨啊 山体滑坡啊,这个石头啊 那么里头去找寻 也是很繁重的一个工作 我们在办那一节里就跟大家进行了分享 那个玉找到了呢 这是一种从无中途中上 叫人类认识到那种最原始的财富 那么把它放在哪呢 就放在自己住所啊 洞也好、棚也好 就是今天所谓的家 所以家里放了玉称之为宝 祖宗呢 也就是写这个字的时候 就这个音啊 也都是跟这个字有关系 那么就是 家里放了玉啊 也就是一个闭锁 也都放了玉称之为宝 那么因为什么 因为这种资源和物质啊 比较稀有珍贵 那么对人类很有帮助 所以呢 就是薄啊 那么在放置这个过程当中 不仅仅是放在最安全的地方啊 放在家里头 放在这个棚子里头 放在这个洞里头啊 那么再放在这个闭锁里头 还要再进行啊 这个 进一步的这个 严密的这个措施啊 来把它给 防护起来啊 不让别人或者是说 别丢失啊 那么就用一些东西 把它给缠锅起来 那么缠锅这个宝的东西 也叫包啊 就是外面这一层吧 就是今天我们包袱的包 那么这个 还有呢 祖宗用这个动物的内脏啊 比如说彷徨 那是干了啊 那么把它给包起来 比较安全 所以就是包衣的包啊 包衣嘛 那么后来演变这个包的 人类发现不光是动物有 那么人类也有啊 人生孩子出生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包衣出来 所以有今天同包的包 因为我们都是从那个包里堆起出来吧 嘿嘿嘿 这个叫同包啊 那个包子一个月加个包子 那么 那么当然了 祖宗保护这个包啊 各种各样的 有草啊 有这个竹筒子啊 有泥罐罐啊 有兽皮 等很多了 所以这个包啊 只是说把这个贵重的东西 缠绕起来的东西 这叫包了嘛 那么包起来了 又有包啊 包衣的包 那么祖宗在对这个 环境的观察过程当中 不光是动物啊 有这个包衣 有这个彷徨 有这些内脏啊 那么植物也有 那么植物的是什么呢 就是像玉米啊 外面有一层皮 那也叫包啊 那包米吧 那么当然了 麦子 刀子脖子这些都有 所谓那个外壳 其实呢 也叫这个包 植物的包嘛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种 我们有个子 加个包 是因为植物通常情况下 那个种子外面啊 那层壳叫包 在头包岸面 那个包一个子 加个包 这都是后来演变的 你主动认识到以后 那么都用这个包这个音 去演变出一些蚊子来 演变成那样的蚊子 那么在这个宝贝 这个玉外面 加固了更多的这种物质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 是这个 保便 安全 所以呢 有户的意思 还有保护的 宝字啊 人 那么 户人也叫保 人保护人嘛 人去 使另外的人安全 所以就人 带那个宝字啊 保护 也是演变出来 这么一层意思 那么 当然了 还有这个 保护的意思的呢 就是 这个 抱啊 抱着 别人 因为抱我们人类 这个一个手啊 加个包子 就是把手当作锅 缠在 比较贵重的东西旁边 那么 也叫 保 但是呢 跟不同 所以就 抱的意思 抱来演变成一个动词 就是手 合起来 像一个包袱一样 把它包起来 叫抱 人拥抱的抱 都是这个 当然了 演变意思就更多了 我们只是说 顺着这个脉络 跟大家去分享 这个包子的演变 那么 把这个东西 包起来了 护起来了 就是有 这个 保护的 保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 讲人 那么刚才讲的是 人保 人称之为 保嘛 人护人称之为 保 人包 人称之为 保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妓院里头的 老包 其实 这更是后来 演变出来的 那么他是 众多妓女的 一个 那个保护者 所以就是一个 也是 保的意思 那么 祖宗 把这个 预的好处啊 认识到了 以后 就作为一种 生产工具嘛 就是 来使用 那么这个工具 使用过程当中呢 有一种特征 就是 很突然 速度 突然就加快 加快的很快 你要去砍呀 去剁呀 去切呀 那么都是 速度很快 所以速度很快的 这种动作呢 就叫做 爆 爆发的那个爆嘛 那么就是 因为通过这种 预啊 宝贝 这个忽燃运动 啊 那么就叫爆 那么爆呢 那么有 各种各样的爆啊 有什么爆呢 有水爆啊 大水冲击 成只为爆 三点水 爆啊 再加个水 还有呢 火爆啊 火燃烧的时候 忽然加进去 干柴啊 火球变大 那也是 瞬间 就是有时候出去 不防疫情火灾 那叫火爆啊 所以以后叫爆发啊 激烈的 那个火爆 还有呢 还有日爆啊 因为我祖宗认识到 我们生活当中啊 主要是借助这个火啊 勾火来辅助我们 嗯 劳动啊 煮食物啊 烤食物啊 等等 甚至于 嗯 进行一些这个 加工啊 其他的物质 太阳呢 在天上啊 这个火焰也很大 很遥远 但是呢 这个力量很大 祖宗也认识到了 所以到太阳底下去 用阳光去晒 也叫爆啊 所以有日爆 那么 火爆 日爆 水爆啊 还有 嗯 这个 这个 天上啊 还有一种东西 就是天上下的雨 下的爆啊 成之为爆啊 那个 就是说 这个这个这个 冰爆的爆啊 你看看吗 和雨一样 但是呢 不能用 温度一高 就化了 哎 那就也是一种 宝啊 叫爆的 啊 冰爆 那祖宗也挺有意思的啊 还有呢 就是说 这个 嗯 祖宗啊 那么认识到 包衣啊 能够和这个 包袱的包一样 那么对这个 贵宗的东西 有保护的作用 比如说 彷徨啊 喂啊 动物的啊 那么 这是外面 把它包起来 那么 把这个 动物的 这个 胃 嗯 就 填满了 它 就成了 饱啊 十字旁 那个 饱吃饱了 嘛 胃填满了 就饱了 嘛 所以跟 这个 饱也有关 也 那么 这个 吃饱的 饱 也是 这么 演变出来了 那么 还有 说 就外面这层东西 锅鞋的东西啊 嗯 老婆也好 皮也好 这个 内脏也好 猪筒子也好 其他的东西 草药 那么是一种 守护 那么用 土守护 也就是说 居住地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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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墙啊 城墙啊 等等 就叫 包啊 嗯 一个 包后的 包下面下个丑嘛 啊 雕宝的 宝啊 都是 这就是说 嗯 演变出来的 这些字 更靠后了啊 那么 祖宗还认识到 这个 宝啊 这个玉啊 在使用过程当中啊 也不能说 你找出来 把它从石头里 都取出来 有 嗯 他就能 当作生产资料 就是成刀啊 那需要一个过程 啊 需要去磨 那磨呢 通常呢 是用这个石头磨啊 石头比较粗糙 但是石头到了最后 磨玉也不行 那个玉的这个风啊 也不会立 嗯 所以还要玉磨玉 啊 叫磨刀石啊 其实磨刀石也是一种玉 啊 当然和其通普通的石头不一样啊 也是 比较粗糙的玉嘛 但它可以能够 把玉磨得很锋利 啊 那么让玉很锋利的这个过程呢 也是薄啊 那这玉嘛 薄嘛 啊 就是变薄的薄啊 越来越少啊 因为少才能锋利嘛 所以那个厚薄的薄啊 也也是啊 就这么演变出来了 那么 这个 做成了工具 那么去 我们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对待这个 东西啊 有爆发力啊 啊 水爆火爆 那么还要去 和薄啊 薄啊 有关系啊 去 这个这个这个 加工木头 加工木头用玉石 你看看一层一层的 它叫薄啊 就进化 爆花板 爆木的薄 哎 那就是 用刀啊 去削啊 就叫薄 啊 薄 薄 薄木 薄花 薄木花 嗯 那个 薄木头的薄啊 薄花的薄也出来了 那么 祖宗 在这个 放到家里头 又把它薄起来 啊 薄一遍还不行 再薄一遍啊 就叫薄 薄 薄果的薄啊 因为什么 薄下来以后再去 这当然薄果是 有了邮寄以后 就是人远行啊 烧东西的时候 出现那么一个薄 就是这个 是给别人脱带的东西啊 薄果的薄啊 那么也是这个 啊 这个薄音 那么 嗯 祖宗还发现了 啊 这个豹啊 很突然 那么 有一种动物啊 它的爆发力很强啊 这个 加速速度很快 啊 速度本身很快 嗯 这个 加速的过程很短 那么就是这个豹子 其实祖宗观察也很仔细 他不说狮子 哎 就是这个豹 豹的意思就是 它的加速很快 实际上豹 确确实实 它没有狮子啊 大象啊 这个 这个虎啊 嗯 等等 很个大 但是呢 嗯 没有那个熊啊 力气大 但是呢 它速度很快 在百数之中 豹的速度是最快的 这个大家 也可以去探究啊 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这个 嗯 豹力很强的动物啊 就是能够速度很快的 那么就是豹的 哎 那么还有一种动物 祖宗认识到 啊 是水族里头的 啊 这个叫豹鱼 我们今天知道这个豹鱼 那么其实它不是鱼 它是一种背壳里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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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水族了 那么 它呢 也是 祖宗也观察了 它是有背壳 在岩石上生活 你 嗯 如果惊动了它 它就 把自己保护的很好 很顽固 就和实体 石头一体了 啊 不是融合到一体了 它就死抱着这个石头 嗯 所以这种 嗯 鱼呢 也有这个特性 它那个速度也比较快 嗯 是水族里头就抱鱼的 抱 那么 嗯 当然了 啊 祖宗也认识到了 呵呵 你把这个宝贝啊 这个玉啊 放到家里头 弄东西缠起来 包起来 啊 再把它裹起来 再保护起来 等等 最后 你要去使用它的嘛 你说这个 人类最早的财富 是 是很难得 嗯 也是很有用 很有使用价值 嗯 当然 玉今天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 我们有其他的 这个取代了玉的这种工具性能 那么 你要用 还有一个过程 就是什么 你要把这个 你要把它取出来啊 那取出来 你就要把外面锅啊 包啊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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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啊 就是这个 这个保护的这些东西去掉啊 叫包啊 包里的包 那去嘛 再把它给 所以我们这个 汉语里做了好多汉字 它描绘的有 有那么一个方向 还有180度的方向 相反的方向的意思 你把这个包 包起来是把它 啊 一层一层往上包 但还还有一种包啊 也是这个音啊 但是 相反啊 把它包里啊 一层一层打开 嘿嘿 所以都是一个音 但是意思不一样 我们今天呢 都在使用啊 所以就是 字形不一样了啊 音呢 还是一样啊 意思呢 相反 这个大家自己去慢慢揣摩 思考和研究啊 嗯 那么就是 包里的包 那么 我们啊 还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 我们今天用的 这个最多的 字 就是报告的报啊 也叫 报业的报 那么这个报的很有意思 请愿意 其实是 大家慢慢去品味啊 很有意思的 那么其实祖宗发明 发现啊 这个玉石啊 能够帮助人类啊 这个获取啊 这个物质啊 比较容易啊 最早的工具 最早的财富 那么也很稀有 那么这个东西呢 人类主要用它来加工成 石 石刀 石斧 石薄 石薄 石针 石剑 石枪 石锤吧 那么是干啥呢 用来对付 这个植物啊 和这个动物 甚至于非植物 非动物 有点石头 那么 可以去打猎 可以去收割 可以去加工木头 加工石头 加工东西 结果呢 最后人类 发现这些东西呢 成了武器了 不供应是工具了 用来对付同类 对付同类是什么呢 就是 把这些工具啊 其实对付人同类 我们还有一个词叫武器了 就是去对付人 为什么要对付人呢 因为这个人做的 因为这个人做的不怎么地 告嘛 我们这个告字也有意思 我以前跟大家都分享过 就是人做错了事 别人有一眼称之为告 所以这个字呢 以后再告音啊 告字里都在跟大家去分享 做错了事呢 那就要有惩罚这个人 能惩罚这个人 人一方面不愿意接受惩罚 那身强铁壮啊 那做坏份 那很壮的 那没办法 那都要通过这种工具去挟伐他 叫他就范 就是威胁 把人叫他就范了 就范了以后 根据做这个错事 大小 要进行惩罚 所以有的要鞭打 又是什么呢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所以也是很激烈的 就是用刑啊 割个东西去 用什么割 就是用这些工具嘛 当然了 人类后来这个工具 不光是玉了 最早也是用玉 这个东西 它也是宝 也从这个宝字眼面来的嘛 那么就要甚至于 剥夺这个同类的生命 人类发现 这真是 这种行为是什么呢 其实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一气至人之道 还至欺人之身 所以呢 这个报啊 最早就是有这种回报啊 报应的意思 你看没有 又整到自己身上了 那种意思啊 就是反弹回来的意思 所以就是个报 最初是这个 那么这个报 最早是个告通用的嘛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一起用的 叫报告 就是通过这种工具 暴力去对付这种违反犯错的人 称之为报 所以叫报告 那么报告呢 实际上还有一个过程 什么过程呢 就是 你人犯错了 怎么知道 那有人去告啊 告是怎么办 用语言 当然了 后来用文字 把这个过程 犯错误的过程 发生的过程 去写出来 去讲出来 所以这个报呢 就有 怎么说呢 陈述啊 今天就描写啊 那么叫日报啊 这都是 这是后来演变 那么出来的 当然了 这个报告 今天 有它原始的 这个含义的影子 那么也有 更发展更多的 那当然了 这究竟什么意思 大家去到字典上 一查就知道了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最初这个报告 是怎么 对我们祖先 把它给分离出来的 从其他的报告 就分离出来 那么 后来就是演变了 你把这个事情 给描述出来 就成了一种 文字的东西了嘛 把这个犯错误 怎么处置 甚至于后来演变成 把一个事 发生的经过啊 怎么一个事 讲述出来啊 或者是 记录下来 这也叫报 那么还有一个报 那么这是说 这个人类犯了错误 犯了这个 罪 或者是说 那么被用这种 报去对待 就是欲嘛 去对待 武器形成的工具 去对待 那么这是一个 一个方向 就是犯了错误 那么你要去描述 后来呢 哎 发现某些人 做事做得好啊 很值得大家去学习 是很荣耀的事情 很光彩的事情 好人好事 大家究竟是什么 好人好事不清楚 但是觉得舒服啊 觉得能 叫自己感觉到 很这个安慰 其实就是我们 今天说的 做了啊 平等的事啊 好事 那么这种事情 你都不能用报嘛 哎 这个报子实在是 呃 有人类啊 有说不出 我们特别是我们 中国人 有说不出的苦衷 那就用了一个 保 保一词的保 保一词的 是什么意思 说这个东西 是发生了 但是呢 它是一个 善的东西 一个正面的东西 啊 一个好的东西 我们大家都应该 学习的东西 就是叫保奖啊 要奖还要奖 所以那个字呢 也用保 也是 抱的反语词了 其实最初的反语词 当然今天 我们已经看不到 不具细评啊 细细的去探究啊 已经看不到这个了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 光这个抱啊 这个音啊 这个字啊 我们现在就有两个了啊 其实其他的也都不是一个方向 都是因为方向不同 才形成了这些文字上的差别 所以呢 这个其实 确实挺有意思的 还有包和包啊 你包起来还要包吗 那包 我们这个 这个把它拨开嘛 当然了 以后 我们人类发展的 所以这个 包啊 包里的包 也叫拨 拨 剥削的拨 所以为多因此 因为 为了区分嘛 有的时候 这一个人 要表 表 表现的 这就腔调嘛 那么 相反的意思 也确实 有时候 这个腔调会走掉 让人误解 所以有的时候 就会变音 那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前几天呢 也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说这个 有一些啊 一字多音 是为了 为了什么 为了去 变于我们使用这个文字嘛 所以要一字多音 或者一音多字嘛 都是这么发展来的 其实我们今天发那个包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你说要我跟大家讲这个包 到底发哪个音呢 实际上一笔写不出 两个包子来 你音也好 一音发不出 就是音 那个那个多个这个音来 他 为什么呢 随着我们 那个 所谓社会的发展 这个这个文化的变迁吧 环境的转变 我们人类呢 也呢 有了一些这个分别 同样一个音 我们调不同 表现不同的意思 同样一个音 这个字啊 这个写出来的不同 表现的意思又不一样 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文化 就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呢 我们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 最后都要化为空无 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些工具 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些财产 去沿着祖宗给我们指的方向 就认识到真理真相 去完成做人的使命 这也是啊 我们的一个在滚滚工程当中啊 完成任务的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这点文字 那么 那么其实大比小 小比大都一样 含义就在那啊 真相一样就在那 我们只要有一个 认真 探究 仔细 的心 谦卑 柔软下来 一切都可以 认知出来 因为什么我们内心当中 有一个父母 可以跟外界 跟别人去印证 当然了 这是后话 等我们随着这个 稍文解字和一些 这个意义啊 真实寒意的跟大家分享啊 我们慢慢就把这个 统一的这个图啊 给大家汇出来 好啊 今天呢 就跟大家啰嗦这么多 谢谢大家